我是小玉姐吗 眼睛怎么样了小花 明天就能拆插布了 琪琪我的那个人有线索了吗 救命啊 还没有呢 最近我还是留下来照顾你吧 这位是 这是阿星啊 幸亏有他陪着我 对了 我有个快递 是给阿星零食 应该刚到楼下 看来又得麻烦你了 行 这个我去拿吧 你先帮他吃饭吧 没找到阿星零食啊 带有一份猫粮写的是你家的地址 对啊 那就是阿星零食啊 猫粮就是零食 难道阿星就是那只猫 谁带呢 是不是有他陪着我 阿星零食 我的眼睛啊 小花你听我说 别挂电话 我马上 对了小花 我刚才看到你家里有只老鼠 哎呀 这老鼠 你大了 你阿星的老鼠 没事 我已经叫人下来捉了 小花不要出来 不要乱动 我要开始打捣死我 小驴姐 怎么样了 你在那儿吗 好了没事了 老鼠捉到了 你把我挡住了不会挪一下吗 真是 挡路 原来他选择性的把包放在楼梯中央 是为了故意迫使路人跨过 同时使用智能手表操纵包内的手机设下来 后拍身穿短裙的过路女士 这就是 还让你把我看 你干脆 不让我看 我让你别露啊 我让你干脆 你不离 她 responsabil 打人 来 脸在这儿给你 打呀 打啦啦 打呀 你 姐姐 人家既然提出 这种要求 说明人家愿意让人打 你得满足人家呀 就是他 刚才在这儿拍我 快抓住了 把这只拿回来 你没事 家哥 家哥 我破了 他爽了你 就这样 可以啊 姑娘 喂你好 是你把手机 丢在这儿了吗 这手机我赶到过 非要挂到 或者离开耳朵 电池就会炸开 这是什么恶作剧吗 看下影视 就在你多手边 游戏开始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帮你保住你的脸 首先把你的手机扔掉 我经历过 更倒霉的情况 但今天 是最有创意的一次 那可别是最后一次哦 现在上楼 取离办公室 说上老实点 我这里还有手动开关 别走露梯 我不管你刚才玩了什么花样 但你最好能和他 哎你在这儿 怎么了小语 怎么把东西全用了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这么烦人的吗 没事 跟他们一传 哎 谢谢啊 回见 啊不是我 满膀 谢谢啊 什么时候有满膀 刚才他 哇 小语在求救啊 哎 你 手机 手机没问题 有人在说 给你 去我的办公室 用不了 我现在走到 我呀 你在我 游戏开始了 哇 小语在求救啊 喂你好 是你把手机丢在这儿 这条件我赶到过 只要挂断或者离开耳朵 电池就会炸开 现在上楼去你办公室 喂 喂 喂 听到吗 人跑得到 去吧 我到办公室了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 好 你有个保险柜 听说里面东西不少 不少 挑一下吧 挑 拿上所有东西去楼下 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过了时间 那不就 十分钟吗 用不了十分钟的 我现在就到了 呃呃呃 你去 你去干什么 拿上去去我办公室 你先去 这不是手机不是 放心绝对没有 哎那你干嘛去 清理门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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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 蓝蓝和他同学聚会 让我过来接打 你帮我把车 班伟 瓝 楠楠说好了 今天她请客 你俩得留意 不能都跑 今晚你的事成了 真的吗 你把楠楠搞定了 都关了不小人事啊 一会儿骑我车 直接把那个 他朋友还在这儿 怎么办 你待会儿直接和他过两杯 喝醉了料在这儿就行了 抱歉啊 看来你的事 几乎成不了 不行 不至于吧 楠楠我们走 你给我站住 你要干什么 我说你没把总监人带给你 这下我替楠楠请了 以后离她远点 别让我再看见你 比分数线高这么多 那你志愿怎么填爆炸 停电了 但空调还没停 应该只是招名线路挑战了 奇怪 只有总灯光和办公室的段落 已经被关掉了 这种巧合应该不会是故障 刚才是有人故意在动 你 我说我自己的 他不是这个楼层的人 这是我房间里的 我是来那个去 修 修那个电路的 我信你个鬼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给我放出来 不行 你给我起 你先把门开 那咱们也走吧 哎 等一下 这边门怎么也不关 快走了 来了 糟了 他们都走了 楼里也没人了 我去 坏了 在锁里边了 看来咱俩都一样啊 我也进不来 你也出门 我听着 打电话给保安室 反正你手机还在这儿 也没人来救你 那不如我们 啊 我挺怀疑的是吧 这有人之间的信任呢 对了 这里可以控制电源 而我办公室里 有灯光 开光还开着 你给我等一下啊 我一会儿就让你知道 社会的减恶 你给我把门开开 快点 谁 谁在外边 一二三 来得挺快啊 我的信号你居然看懂了 整天看你视频 这点理屋里他是有的 别动 小雨姐 我男朋友借的钱 肯定还会再赌的 你不能再给他了 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又输了 你看小雨 我也没办法 这样吧 先来打个赌 赢了我再借你 好啊好啊 赌什么 就猜 下一个进门的是男是女 一言为定 在初期 先激起他的兴趣 把他留住 再和这些网站的套路一样 通过作弊 让他笑 你运气不错 再来一盘怎么样 赢了 之前从我这借的一笔勾销 输了翻倍 小雨姐你到底在干嘛 我和你赌 你有这么多本金吗 快住手啊 我把车压上 可以吧 猜老板的年龄 是单输还是双输 你和老板早就认识了吧 果然胜负不是玩家能左右的 你输了 继续 小雨姐 小雨姐他已经封了 你快让他走 好 就赌下一个给你打电话的 是什么人 最近给我打电话的 全是找我还钱的 那我就赌 下一个电话是要借钱给你的 赌博网站知道他刚才输了钱 很快就会有人主动借高颖带给他 赢了的还想赢 输了的总想翻盘 利用这种心理 这些网站让人根本听不下来 我还能翻盘 我还能再赢回来 你疯了 小雨姐求求你饶了他吧 我能饶了他 可别人能放过他吗 趁还没有更大的损失钱 赶紧收手 小雨姐你看我发的视频 好险啊 我也是今天看情况才知道的 现在每次回家我都觉得被不发凉 我看了一下 你开门进去 比他从楼道里出来用时要短 所以他才没有 哎 什么有个箱子在这 箱子 放在门口吗 奶奶你等一下 有点不对劲 别急 别拒绝 别拒绝 你干嘛 好好好 保安师傅是小雨 有人闯进了南南家 我先下去了 你们快点派人过来 美女 乖乖配合吧 现在某人惊动他 可能会让南南受伤害 得先拖住那个人 给保安师终取时间 家里之前东西都在哪 哎 南南 锅怎么打不开了 你家里面吗 干嘛呢 怎么不进去啊 怎么回事 不是一个人住吗 怎么一向来这么大伙都到了 你快过来开门啊 不可能这么小 你真是好 那今天不巧 我们同学去 哎 哎 啊 就一个人在门口 原来跟我在这儿演戏了 嗯 你好 你等着 那雨天小心 嗯 啊 哎 哎 玩够了吗 来 笨蛋 老师 走 晓鱼姐 没事吧 奶奶 你还有这久活 幸亏他们来得及时 不然我嗓子都飞了 哎 可送又放假了 我得好好睡个懒觉 哎 晓鱼姐 你脸上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应该是用激光笔射出的光点 不知道从哪里找不来 肯定是那个熊孩子 在拿着激光笔乱照 用你的催泪 快把它揪出来 算了 这种激光在白天 只能看到落点 看不到来源光线 根本找不到的 行吧 我先去上班了 你今晚早回来哦 奇怪 照射的区域集中 运动规律 它到底想干什么 用常曝光模式拍摄光点 还是 可以从图片上 看出光线轨迹 还是 求救信号 有人在向我求救 微型微射光 超过200米就会衰竭 看来求救者 应该就位于 该范围内的对面大楼中 扶养脚与我大致趋平 所以需要先确定 回向方位 我在这儿 你 哪个方向 选不了 难道是求救人 分不清东南西北 这下应该可以了 果然 又别 西南方向的白色大楼 接下来 只需要知道 它的楼从你房间号 1503 1503 还通知对面 开门 开门 四五楼 您相互 有人在求救 快 马上 开门 你干什么 放开 有人在里边 出来吧 安排了 谢谢小语姐 送的小星星 这位朋友 不要一直刷屏了 换一心进来的朋友 再聊一会儿 我就要下播了 看样子 这个人不见到你 是不会吧 这个人难道 外面大楼 三条黄色的灯光 黄色的灯光 对面就是九九的大楼 看来他真的找到了这里 快 九九 我知道我知道 别出声 没事吧 他找不到你 大伙应该就走了 九九在这 他在这 杨宇言在这 他们都在这 快过来 快过来 巨勇真的是你吗 巨勇你了 别走 让我再多开几张 你交篇 快往前跑 嗯 那我 明天走啊 走 都删了吗 嗯 已经哥说话了 不是喜欢九九 不是喜欢拍照 好啊 回来了九九 在洗澡吗 快洗完出来一起吃饭了 嗯 九九 是毛巾没拿吗 还是没热水了 快出人小李姐 那不是我 九九 你不是 九九 他在哪 到底怎么了 被人家解释了 快出去 不要当地任何人 你怎么会有两个九九 快来 小李姐 快出去 不要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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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姐 你干什么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哪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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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难道真是假的 糟糕 上当了 嗯 嗯 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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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们本打算是在预示攻击手脚 情急之下为了脱身就将你的五官特征 通过面部追踪换脸 则AI变形伪装成你的样子成功骗过了我 什么换脸成效 就算做的再真 你怎么可能连我都会认错 你看新养魔镜测出我的脸型是清零少女脸 眼角上扬上层细长下巴锐度高 而她眼角下垂 嘴情厚实 下巴又平又宽 如果不按照新养的便便建议化妆修饰 光靠换脸 鬼才先能变成我这样 这下好了 人也让你放跑了 放心 在这堵着呢 他们跑不了 这种好的感觉呢 话说 咱们第一次见面 到底在哪来着 我还有事先走了 小雨姐 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一起试一下这个面膜啊 先不了 这个你用的怎么样啊 这面膜啊 诶 我夜宵到了 我下楼去拿一下 回来再聊啊 诶 把衣服穿好 哎呀 我等不及了 这么快啊 他是谁 难道不会 小雨姐 我跟你说啊 这个面膜真的保湿超好 里面的精华量很多 很好吸收的 这是又天兰家的黄金果冻面膜 又然后皮肤真的水温很多 我之前皮肤特别干 就附了补充玻尿酸的红色款 今天想试试补充胶原蛋白的蓝色款 此时贸然提醒会有危险 不能让那个人有所察觉 必须想办法把情况暗示给南南 南南你看手机 是不是我发的这款 冷静 床下有人 慢慢站起来去隔壁 把门反锁 小雨姐 你发的这款我也买了 我去给你找一下啊 坏了 奇怪 他去哪了 门禁系统显示没有人员出入 所以他没有离开 但大楼内无处躲藏 难道 他是这里的住户吗 没有出现在电梯监控 他走的是楼梯 所以只需要知道刚才声控灯亮起的楼层 就能知道他最终停留的位置 找到他了 快去7楼 开门 是我 没事了 你怎么还敷着面膜啊 太惊醒了 小雨姐 这次多亏你了 你这一年的补水面膜 我包了 上周我把车借给他站住 他把车还我后就失去了联系 后面的事你也都知道了 故意这档行车记录一名 看来他想隐瞒什么 你那位朋友多高 和我差不多 火车站 机场 辅修馆 商务区 博物馆 这是什么意思 地图上各个点的相对位置 刚好对于一个空调出风口 出风口的方向被手动调整过 如果把每个方向延伸 正好能交回于一点 这个点在地图上对应的位置是 中央公园 去看看 车怎么样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他在车里有意外发现 我先跟他过去看看 党案出了点问题 用一下你的手机 好的 你已到达了目的地 我先下去看看 门怎么锁了 你干嘛 你先利用我将偷来的车 带出酒店 然后又给我讲了个 朋友借车的故事 对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主驾驶的座椅 调得非常靠后 上一个坐在这里的人 身高不可能跟你一样 之前酒店里找你的男人 就是你的同伙吧 为了能让你们分开 我随后一说车里藏着秘密 然后把你带到了这里 你在哪 我去找你 速来中央公园 一家人 总归要整整齐心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衣服女生 没有看到 噓 外面的保安是假的 求求你别告诉他我在这儿 你是谁 来不及解释了 我不能让他不知道我 刚才谢谢你啊 你这样下去 等于自投落网 什么意思啊 你看 肌肉通常会坐在车上休息 为避免错过订单 会时不时看手机 而他却一直把视线 集中在来往的路人身上 所以 他是假的 除此之外 还有那个原地徘徊的工人 蹲在路边的快递员 他们的目标都是你吧 那 那你有什么办法 能带我出去吗 那是我的车 怎么办 别紧张 这是巧合 用你手机启动车就行 往前走 表现的自然点 美女 我帮你们开后备箱吧 不用 谢谢 你喝 美女 你穿这么厚不热吗 师傅 麻烦抬一下箱子吧 好嘞 谢谢 慢一点 所有人都要出口集合 收到 走吧 停一下 疫情检查 有检查 按我说的做 你朋友呢 办完就回房间了 你们这是 统计一下出入人员 麻烦把护装降下来 师傅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了 走吧 不许安全 谢谢 你以大胆目的力 没事了 你可以出来了 可算逃脱了 这一定多亏你了 该解释一下 你是谁了吧 我是谁 根本不重要 这辆车 还是需要被带出酒店 你好 您的外卫 在即将超市 请您快撤 做什么 就半天了 反反人 我刚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谁丢嘴 不给你打插评 快 快 本来给我热 七楼的姑娘 平时说话凶了点 但不会给你插评的 没事 这行就这样 新手不好干 是吗 那是不是你 没找对方法 站住 我的外卫 起码拉机扔了 臭外卫干嘛 你现在手里 压着西单菜 幼端在七号了 三单音笔在西区 送外卫第一讲求是送 根据道路 文笔对话 去优素 就是要一条路上 包含所有的文字 不仅如此 还要兼顾菜品的种类 面条馄饨院 是优先配送 因为其他菜品 如果延误 只会相够 面条类子会直接完蛋 我现在就快完蛋了 快点快 就不老派 要学会随时处理 沿途状案 快去最后 最四号好 等下午午夜 来清理点午 女嫂 你给我卖 谢谢 这不是我的 搞错了 现在有两三四分钟后 即将潮湿 这两杯奶茶将来冰块 再不先送就换了 不用管它 可这 我说了不用管它 你好 您的外 你干嘛呢 这 最后一单 加油 都送完了吧 快过来歇会 这两杯奶茶还没送 都超时了 不着急了 反正冰块都换了 最后还是没送了 不过今天还要谢谢你 经过这次 我 味道安心 你 你怎么能脱别人的玩 完了完了 我怎么跟人交代 这杯是请你的 这杯是请你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